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哪一个 哪一个线市排序的话 然后甚至图也可以说最后多一个方法就点两下 这一招还蛮好用 甚至你点两下之后的话 你如果还要再去做那个比如说区 那这个区的一样可以插入那个数据分析表 然后一样可以怎么样 它如果把那个线市加进来 再做线市比如说哪一区 一样可以再点两下 它又可以针对哪一区再去做下一层的去做分析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还蛮不错 至少就是第一个 你应该都是比较容易上手 那另外的话刚刚有提到 就比如说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要发病日 但是如果老板要你统计的是发病月 哪一个月发病的月份 可能跟季节有关 如果我想知道发病月 但如果你今天用枢纽分析表来做的话 因为这里面没有那个发病月 所以你没办法 你除非说那你日的话也没办法做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有个概念 如果你未来你要做哪一个栏位的分析的话 你就要先把那个栏位变出来 可是问题目前没有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先在这边先插入一个栏位 那把发病日改成发病月 把这边把它改发病月 然后发病月可以从哪边来呢 你可以从发病日来呢 OK没有的话你就把它变出来 所以枢纽分析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要做哪一个栏位的分析 如果那个栏位不存在的话 那你要先把它变出来 变出来你就可以再针对发病月 那我怎么取得发病月呢 你可以插入有没有用函数 以色里面最简单用什么时间 日期时间里面有个month 有没有 你month这个函数你就给这个日期 它会得到的是那个月份 有没有 那回来当然格式不对 怎么办 没关系把格式改一下 因为它回来会是一个月份 那你就把它改为通用的 通用就是数字了 月份有没有 六月就抓过来 那其他月份 七月有没有 它好像也是按照月份排序 OK 那如果说呢 我已经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要做那个枢纽分析的话 很简单嘛 因为已经有发病月了 刚刚选到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 把这个再去做一次的枢纽分析就可以 有没有放这边 不要选取 我刚刚选到了 那再做一个枢纽分析 正个 然后发病月 这个栏位呢 就会出现了 不过 发病月 发病日 发病月 这刚刚没选 好 那我们针对这个 我把它复制工作表 等于再插入那个 枢纽分析表 这个时候的话 就有发病月 我就把发病月拖拉下来 然后把发病月呢 一个列标签 一个值 那你会发现 你可以按照那个Z到A 那可以统计出来 就是发病的月份 看起来好像十月份 刚好是那个秋冬 那个交替那个日期 还有哪一个 还有其次就是八月 八月跟七月 七八月份好像也就是那个夏天 刚开始的时候 文字最刚开始 跟秋冬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要防止登革乐 可能还是要做一点 这个数字 让人家看一下 最好是把那个什么 图 因为人家看数字 看不太清楚 所以你刚才把图给画出来 哪一个高 哪一个低 对吧 然后把那个数字 把它保留下来 OK 所以其实 还有一个现象 你会发现 登革乐 它到一月份 二月 一二三四月份 自然就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季节太冷 蚊子都不见了 所以自然就 不用特别防止 它就不见了 OK 所以这个当然 我们只是 额外说明一下 如果你将来 那个蓝会不存在的话 那你可能要先变出来 无论是不是 出纽分析表 如果你是Python 一样也是同样的道理 谢谢